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两款附身符 一尊是药师符 另外一尊是龙婆培的自身牌 我们先来看一下龙婆培的自身牌 我现在手上拿到这一尊就是龙婆培的自身牌了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验证卡 这个就是验证卡 这个是龙婆培的自身牌 有原装的妙盒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牌 这一尊是龙婆培挖皮滚铜寺庙100年的纪念版 2535年龙婆培开光起伏加持的 庙名是瓦皮滚铜 这个是龙婆培的自身牌 看一下背面 龙婆培是泰国著名的 进三代大生之手 大生人之手 所以加持的圣物持续也不断的在升值 很多人也是想要 很多人都会想要供请龙婆培的自身牌 来佩戴 也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因为它的佛牌呢 成员度啊 灵验度呢 极高 就很多人呢 就会来收藏它的佛牌了 不过呢 师傅呢 在2535年的时候呢 就制作了一批纪念版的 因为那个是刚好那个庙啊 100年嘛 它就纪念了一批那个牌 都照的意义呢 是比较重大了 高深呢 它制作了很多的版本呢 比如说有那种正粉版呢 也有这种2K版的 就用的的比较多 我们佩戴师傅的自身牌呢 也可以帮助哦 家庭和睦 生活幸福 财运恒通 也有一定的党显保平安的功效哈 所以呢 我们佩戴师傅的自身牌呢 还能够就是师傅给我们做靠身 时刻的保护着我们呢 罗莫戴大师傅呢 生于佛丽二十四八年的一月一日 十一岁时呢 舅父就将他送自 蛙皮滚铜的寺庙就读了 十六岁呢 十六岁的时候呢 就正式在蛙皮滚铜的寺庙出家 十九岁呢 就通过泰国寺庙的僧女升级考试啊 拿到了学位 大师傅呢 在佛丽二十四六八年的时候呢 以非常优越的成绩 通过了佛学院的高等考试 成了高升时候呢 大师傅便专心的修念禅定的能力 并前往 我佛寺及药师佛明寺啊 我出他进行不同的佛法和古老经文的学习 跟随 呃 传 跟随传奇僧人龙破席 学习法术 到了佛丽二五一四年 龙破培前往印度进行佛教寻根之旅啊 参拜 参拜了印度各大寺庙的佛祖 还进行了损得佛牌的一个诸照法费 因此呢 龙破培高升圣物的神奇四季呢 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佛丽二五二五年的时候呢 龙破培被封为行目立的第一高生 佛丽二五三年年呢 泰国九世皇六十大岁的时候呢 泰王亲自封龙破培 帕拉帕航哈喀那战 佛丽二五三五年的时候呢 泰国九世皇六十大岁呢 皇后又亲自封龙破培 就是他受了很多的封赏啊 龙破培的享年是九十四岁啊 他的生女生涯呢 有七十三年的时间 容易呢 这个版本呢 也是属于一个纪念版本的 也是很值得你们大家去收藏他的 或者是自己进行的一个佩戴啊 接下来给大家看第二款呢 可以来看一下第二种牌线 这位佛友们希望你们可以帮忙小妹点赞 订阅加关注啊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这个呢就是验证卡啊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尊牌啊 这尊牌呢是药师佛的一个小精神来的啊 我们看一下啊 整个品项也是非常的漂亮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背面 背面也是非常的清楚啊 来底部 底部呢有很多的那个金纹呢 金纹在的 等一下我放镜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可以看一下哈 底部呢是有这样子啊 很多的那个金纹在里面的哈 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里面的话是有那个滚珠啊 滚珠在里面的哦 里面的话类似是有滚珠的 ok来我们再看一下前面 他是有手捧那个瓶啊 那药师佛的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保健康改善磁场去除病痛啊 然后呢消除业障啊 增进财富助人成愿保佑身体健康 还能够让内心充满快乐和谐以及宁静 他是除了啊身体治疗也能有心理的治疗哈 从而唤醒人们呢提升自我意识啊 所以呢是也是非常适合戴的哦 就大人小孩啊啊男女老少啊啊 都是可以都是非常适合佩戴的 这样的那个一尊佛牌了 跟我们讲一下关于药师佛的一个简介吧 那药师佛呢有成药师如来 药师流离光如来 大一王佛一王善 善四十二月愿望啊 是东方近流离世界之教主 此佛于过去四行菩萨道使呢 呈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使聚珠根导入解脱故此呢 使愿而成佛住尽流离世界其国土庄严如极乐果 那么药师佛的形象呢 你们都看到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小精神的哈 都会有穿袈裟 然后呢 坐在莲花台这样子的哈 然后介绍一下这尊佛牌啊 那么这尊佛牌呢 是由大法费开光起伏家吃的 佛丽士二五四七年采用的材质是九宝铜 OK 九宝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 生物啊 也就是非常好的那个材料而制作的啊 妙名呢 是瓦八条哈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谢谢大家啊 真的很好这尊 嗯 九宝铜的非常好的一尊药师佛 药师佛啊 谢谢